德国政坛乱局,舒尔茨虽痛斥普京,但仍引起泽连斯基愤怒,表示绝不会有第三份明斯克协议。 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16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视频。 有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信完,舒尔茨打电话给普京了,这是自2022年12月以来的首次。 双方说了些什么呢? 根据简中网络某总台的报道,舒尔茨什么也没说。 据报道,双方就乌克兰局势详细而坦诚地交换了一件。 普京指出,当前的危机由北约长期的侵略性政策直接导致,该政策目的是无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侵犯俄语军员权力,在乌克兰领土建立反俄桥头保。 报道称,谈及政治和外交解决冲突的前景,普京指出,俄方从没有拒绝并始终对恢复俄乌谈判持开放态度。 可能达成的协议应考虑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从新的领土现实出发,最重要的是解决冲突的根源。 报道还说,两国领导人还谈及俄德关系现状,普京指出,由于德国当局的不友好方战,俄德关系在所有方面前所未有的恶化。 说,普京强调,俄罗斯始终严格履行其在能源领域的契约和合同义务,如果德国方面展示出兴趣,俄罗斯愿意开展互利合作。 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局势,普京介绍了如此,为缓和和和平解决地区危机所做的努力。 是不是? 舒尔茨打这个电话,传续就是为了讨骂去的,像个小学生那样一言不发,听普京批评了整整一个小时。 看到简中这样的报道,我们不禁想提醒,拿我们当傻子可以,但请注意次数。 实际上,按照德方的通报,舒尔茨的这桶电话还算得上是浓眉大眼。 通话中,舒尔茨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胡作废位,要求俄军从乌克兰撤出,并重删德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舒尔茨的发言人称,舒尔茨强调了德国坚定不移的决心,只要有必要,就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打跑俄罗斯军队。 通话中,舒尔茨还特别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 舒尔茨还警告普京,北韩军队在俄参加作战被认为是冲突的严重升级和扩大。 不过,虽然舒尔茨态度很强硬,但他解释不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两年没有打电话给普京,这会儿突然要打。 更何况,电话中双方还约好,要持续保持联络。 舒尔茨给俄罗斯打电话,对乌克兰来说当然是极大的不利好。 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了愤怒。 他在昨晚的每日视频中说,在我看来,奥拉夫的电话是潘多拉盒子,现在可能还有其他对话其他电话,而这正是普京长期以来一直想要打,那就是削弱他的孤立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而进行谈判,普通的谈判,那将一无所获,就像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 这使得俄罗斯没有改变其政策,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这场战争。 泽连斯基说,我们现在了解所有这些挑战,我们知道如何行动。 我们想警告大家,不会有明斯克三号协议,我们需要的是战争的和平。 很明显,泽连斯基马上联想到的就是盟友国家会背着乌克兰偷偷干俄罗斯沟河。 虽然泽连斯基可能太敏感,但换成我们任何一位朋友坐在泽连斯基的位置上,恐怕都会这样想。 当年有人为汪精卫开脱,说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出卖,但我们认为是有的。 因为有汪精卫这样的人存在,那些为了保家卫国而死的人就显得非常可笑。 所以汪精卫出卖的是全体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坚定意志。 如果舒尔茨真的坚定支持乌克兰,就没有必要打电话给普京。 打这个电话就意味着情况有可能起变化。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一定跟川普上台有关,但前天韩国表示,要根据川普上台后的状况,考虑是否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昨天舒尔茨又给普京打电话,如果说一点影响也没有,恐怕是自欺欺然。 舒尔茨也许就是这么想的,如果川普上台增加队伍援助还好, 但如果专手竞选诺压,削减队伍援助,欧洲就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然而,德国本来就是全欧洲援武最出力的国家,增加的压力很大程度要由德国来承担。 本来德国就因为经济衰退,2025年只给乌克兰40亿,而不是2024年的70亿。 那么,德国明年能承担起这么大的压力吗? 简单描述一下德国政坛动荡。 舒尔茨能当上德国总理,是因为他的社民党和自民党与绿党结成了执政联盟。 然而,11月初,他解雇了来自自民党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 这就宣告两党之间的联盟告吹,执政基础就不存在了。 所以,舒尔茨不得不宣布12月16日议会进行政府信任投票。 如果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不被信任,那么2月23日就将举行大选案。 选举现届议会和联邦政府。 目前来看,舒尔茨输掉12月16日政府信任投票是大概率事件。 目前,民调支持度最高的是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占32.5%,因此基民盟领袖莫茨最有可能成为下任总理。 支持度第二高的是最近义军突起的极右翼党团自由选择党,占19.5%。 而舒尔茨的社民党排名第三,支持率是15.5%,第四是绿党占11.5%。 民意调查还显示,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赞成快速提前选举,因为舒尔茨的政策实在是不得人心。 他的原务政策总是给人连门去一脚的感觉,经济也没有搞好。 目前,社民党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用同位社民党人的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替化舒尔茨去参选。 皮斯托瑞斯在全德国民众当中的支持率高居榜首,比基民盟的莫茨还要高。 但皮斯托瑞斯未必能代替舒尔茨出战,因为他在社民党内领导策中还没有得到正式支持。 另外,从程序上来说,舒尔茨可以坚持自己参选。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舒尔茨的政府倒台是大概率事件。 这不是我们预测的,是很多媒体都这样说的。 然后,可能二月份重新大选,目前最有可能成为现任德国总理的是基民盟的莫茨。 但皮斯托瑞斯也有可能获得竞选机会,他的支持率和莫茨可以一战。 对支持乌克兰的我们来说,好消息是,每个有可能的燃选都对俄罗斯强硬。 莫茨本然主张对俄强硬。 他曾说,一声就会给乌克兰煎牛做造的。 而皮斯托瑞斯则因为他含少卷入政治,且一向强硬。 清晰的原物政策带给德国民众好感。 所以,如果他顺利上位,大格率也不会对俄罗斯畏谓缩缩缩。 不过,目前离未来这些事情发生还有相当距离。 德国政局将如何动荡,目前没人能说得转,我们持续保持关注。 最后,希望乌克兰人克服压力,百折不挠,早日迎来最终的全面胜利。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见解,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咱们明天再会。